欢迎来到量子理学节目 我是量子 大家叫我量哥 今天又来到我们每周量有问答的时间 我们就立即开始 仰望的猫 量老师欧洲右翼崛起 会不会影响中欧贸易关税新人员的合作 右翼基本上就是国家利益至上 所以中国大陆如果愿意到欧洲投资车厂 电池还有相关的零组件 我认为他们应该是欢迎的 因为意大利总理即将在这个月的月底 要访问中国 那他的诉求也是这样 休亚利的澳班总理他也是右翼 那对于中国大陆去投资电动车的电池 还有汽车历组件 还有汽车厂他也非常欢迎 那贸易 我觉得只要在他觉得 你有照顾他的国家的利益 比如说愿意跟他合资设厂 或者照顾他本地的劳工 那基本上他当然也愿意跟你做贸易 那所以我认为问题不大 而且事实上以中国的体量 如果欧洲各国都本于自己的国家利益 而不是结成一个大块的欧盟 那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谈判上是比较有优势的 因为中国大陆基本上可以 各别谈判 各个急迫 那提供不同的条件 那对大国就相对比较有利 所以我觉得右翼的崛起 我认为比较大的不利的应该是美国 因为他们不喜欢欧盟 不喜欢北约 那美国是首当其冲 可是中国并没有在欧洲架构一个什么 多边跨国的组织 所以我倒不认为 会对中国明显产生不利 我认为对美国比较明显 清晨醉 新人员车干着挺热闹 我们也很高兴 但也特别想知道这么火爆的销量 对目前国内就业影响如何 国家扶持现在都海外建厂 机械化越来越强 中国百姓有何红利 这个坦白讲你不要去寄望 在就业量可以有大量的雇员 因为坦白爽现在 不管是比较高科技的人工智能的机械化 或者是我们说智能车的制造 他的员工事实上都不会太多 因为我刚去参访比亚迪 比亚迪的员工其实也没有很多 可是他会带动 带动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股价会涨 还有他的员工会有收益 那就会创造一些新的消费群 那可以带动基层的消费 基层的消费呢 又会让另外一群人来创业 所以我们广义讲应该是说 他在经济上所产生的 陈述的效应 那还有比如说电动车崛起 那他周边的厂 比如说有各种网站的搭配 或者汽车零组件的搭配等等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陈述效应 那这个陈述效应到底会 外溢到多少产业多少消费者 这个坦白讲难以估算 所以我倒不觉得 你不要从那个直接就业的角度去思考 或者直接产业到底有多大的GDP 这样来思考 因为他会外溢出去的 因为经济就是如此 那总之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等于是 领先全球的一个新产业 尤其是电动车 我觉得这个具有历史意义 因为电动车 不只是在让中国在汽车制造 成为临跑者 那这个现象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还有第二个 就是电动车是有利于减能减碳 那对于这个我们所谓移动的污染 那可以大幅减量 那这个也是对世界的很大的贡献 联动的一定会有所谓的移动的污染的监测 移动污染的减少 那电动车相关的可能也会 衍生出各种充电的系统 那对于除能系统的发展 那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广义对再生人员的一个贡献 这个也是会非常的显著 至于中国老百姓的就业问题 我认为恐怕更多的是劳力密集 尤其是服务业 那需要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因为房地产 这个效率不张 或者是碰到了瓶颈 可是房地产大家不要忘了 它一开始是有创造很大的就业量 房地产现在碰到问题 你就要想办法在服务业 要创造出一些 具有一定的高价值消费 还有这个一定的雇用的 这个就业量 这样才能够 比较有效的降低失业 大概是这样 这个Martin TPE 01 想听听亮叮噹 对两岸合同的方法跟见解 我认为两岸的合同 现在也没有真正直接政治谈判的条件 首先我觉得能够贡献的应该是 让大陆的真相 在台湾能够更普及被广泛制造 像我们就努力的去了解大陆的现状 然后还有大陆在世界上的地位 然后还有在国际的博弈当中 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实际状况 跟欧洲的状况等等 我觉得真相越清楚 那台湾老百姓才有 才能够根据 实际的两岸的状况 来对台湾做出 比较务实的未来的选择 不过你现在 在台湾你看到的媒体 比如说亲绿的媒体 对中国的报道都是 都是报忧啊 几乎都是坏的新闻啊 都负面新闻啊 可能有90%都是负面新闻啊 那有的还给你乱写一通啊 那你对大陆的印象当然会变坏嘛 然后永远都是 这个美国必胜啊 美国必赢啊 那你当然就会把它理解为就是 那在美国的保护产下面台湾就安全啊 甚至于连乌俄战争 俄乌战争的本质你都看不清楚 那怎么可能让你去思考台湾的前途呢 所以我是觉得两岸的和解 最重要的问题真的是 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真相 要有一定的掌握了 然后对东升西降 美国在全世界实际 在施展他霸权的各种真相 要让更多人了解到 还有乌克兰 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历史判断 那导致什么样的一个悲剧的状况 比如说最近 就开始有一些美国人不得不承认 说乌克兰光是在战争中 死伤的人可能超过60万人 那联动到的人口是 100多万人啊 那更不要讲这个妻离子散 逃到外国去的各种难民啊 就这个这些事情 需要不断的被报道 大家了解真相 那才能够做出比较务实的选择 因为基本上大陆那边 在讲合同 就是两岸要心灵气和嘛 那心灵气和坦白说是 第一个是对大陆的实际的状况 要有比较平实的理解啦 所以我认为对于真相的传达 是重中之重啦 大概是这样 唯有在你真的是 掌握到两岸的实际状况 那知道这个美国怎样会介入 来利用你台湾这个旗子 那你才知道要怎么样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啊 那做出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选择 大概是这样 这个UG ARTS 希拉里这次为什么不出来选举呢 我认为希拉里上次在败选给欧巴马之后 基本上就没气了啦 那后来我就看到她完全不顾了 因为政治人物啊 你一定要维持公众的形象啊 那希拉里我有几次看到她的照片 她都没有去顾及身材的维持了 变得非常的臃肿 那这样子事实上要再选真的是有点难 而且年纪也大啦 我坦白讲这次民主党的这个可能参选的人里面 从头到尾都没有传过希拉里啦 她自己基本上就已经放弃了 大概是这样 这个令1589 宫廟放弹药这个法令已经正式签署了吗 这个不是法令啊 而是台湾的这个苗栗的后备军人的中心 私底下去跟宫廟谈的啦 这个后备军人中心 这个把弹药放在这个宫廟的这个 这个安全地区啊 到底有没有付钱啊 因为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这个现在后备军人中心都非常低调 那 基本上因为这件事情违反了很多法律啦 因为日内瓦公约国际法 他就不允许做这个事啊 因为宫廟是属于文化建筑 文化集散中心 这个老百姓常常会进出 所以这个地方 不能够被认为是军事目标啦 所以这个就是违反日内瓦公约啊 而且一旦民众常去的地方 有了武器 那到时候作战的时候 你的对手就不会区分了啦 所以你就会变成军事目标 那就会造成更多平民的意外的死伤啊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 根本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决策啦 那目前 有三家宫廟跟这个苗栗的后备军人中心签了合约 这个不是法律啦 就是他签了合约 所以允许他在暂时啊 应该也包括演习在内啦 让他可以来放弹药 那目前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啊 连绿营的媒体 因为我就看到民事 特别去报导这个新闻 那他也是很不以为然啊 大概是这样 三声十三九七七六七一八 亮哥我想问问 台湾人民大部分知道大陆有发射航天飞船 到月球取回月朗吗 是什么反应 我觉得台湾民众大部分的理解是 知道大陆有发射飞船到月球 那取回月朗这个是 这个就比较专业啦 一般人 读新闻没有读到这么细啦 大概知道发射到月球啦 那跑到月球的背面 然后去了美国没去过的地方 大概是这样 基本上 这个是没有办法否认的科技成就嘛 所以你说绿营 绿营也没有办法去抹黑啊 绿营也必须承认是事实啊 就是中国的登月计划成功啊 现在只是人还没上去 可是机器已经上去了 而且成功 在月球表面做了一些操作 那也把月球的 上面的一些产品啊 顺利的拿回地球 而且是多国的合作 大概这些基本事实 没有办法否认啦 那绿营 不想去 称赞或肯定大陆的成就嘛 所以这个新闻就 低调报导 低调报导 我觉得就是他们报导的比较少啦 或者他比较放在 比较不重要的版面这样 可是毕竟它是一个事实啊 所以台湾老百姓一般是知道的啦 大概是这样 那从这里当然就看出 台湾跟大陆在天文 或者航太发展上的落差啦 故我在3780 789 亮哥你好能不能分析一下 东南亚华人华侨 对中国人与文化的亲和力如何 谢谢 东南亚的华人啊 基本上 都是比较属于传统社会的啦 因为我去过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那这些还有泰国 泰国啊 这些地方的华人 坦白讲都是蛮传统的啊 可是有一些啊 如果到了第三代 那有一些根本就同化了啦 比如说 你如果去泰国 你去越南 那他逼你要改名啊 尤其是泰国 泰国很多人都改成泰国的名字啊 所以他不太会讲中文啊 那中文的认知呢 大概也只有一部分 可能只会写他的名字啊 可是如果是像这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华人 他在文化上就是高度认同啊 我认为马来西亚搞不好比 新加坡更认同 那马来西亚的华人 事实上一度高达35%啊 那现在因为移民的关系啦 现在至少也有20到25之间啊 那目前 马来西亚 以前那个排华嘛 那现在的那些 歧视性的措施也大部分都减掉了 因为马来西亚长期以来就是 他的马来西亚大学不让华人去念嘛 所以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华裔啊 他不得不到外国去念大学 那有一些当然也会到中国大陆啦 不过因为中国的崛起啦 包括前任的大级总理 还有现在的这个安华总理 这两个人跟中国都蛮友善的啦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当地就有很多 学华文的项目啊大概是这样 那其他地区我觉得不一定 不过华人基本上在整个东南亚相对发展都发展得不错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比较有钱的阶层跟家族啦 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呈现出这样的现象 不过他还是要去跟当地的政府打交道啦 所以在过去啊 在文革的时候因为 中国在东南亚协助地方做左翼的革命嘛 那个时候确实有一些争议啦 不过我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好很多了 现在已经很多人都在这个拉拢跟中国的各种关系啦 因为这个东南亚的华侨啊 他们事实上本来在东南亚经济就发展得相当不错 所以很多都利用中国崛起的这一波啊 回去中国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比如说我随便讲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唐王郭赫年啊 他就在中国发展出香格里拉的酒店集团 我觉得有蛮多这样的华裔啦 就是利用他早年在东南亚的经济的基础啊 然后在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 赚到他的第二桶金啊第三桶金啊等等 那有一些重要的东南亚的华人 事实上也是中国大陆这个统战部列名的 这个各国的中国的好友啦 所以关系非常的深啊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 亲和力是没有问题的啊 现在基本上排华的时代早就结束了啦 尤其是东南亚现在在2025年啊 他又要成立那个东盟的这个社区共同体嘛 我们叫东盟的经济共同体啦 AEC啊 2025要成立各国就要协调政策趋向一致啊 所以基本上更不可能 这个排华 我认为死灰忽燃已经不太可能了啦 所以大概大概就是这样啦 说我认为 会越走越健康啦 然后跟中国大陆保持非常友善的关系啊 事实上大家可以常常看到马来西亚 新加坡 有一些华裔的人 回去中国大陆参加各种歌唱比赛嘛 尤其是马来西亚啦 一直都没有断过 大概是这样 梦想照进现实899 想问亮哥什么时候再来大陆旅行啊 如果来 请问亮哥最想来的是哪些城市观光 我最近有一些朋友啦 他在上海 他在那边也20年了 他也邀请我去走走看看 因为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啦 那 他就觉得哎呀好久不见啦 我上海有蛮多朋友的 不过我已经很久没去了 那最近是跑了 我今年是3月跑了北京嘛 5月也跑了北京 然后最近 6月跑了深圳 那深圳 我们是以拜访公司为主嘛 那深圳有很多好公司啊 所以我大概 还会再继续来拜访这些 比较有名的科技公司啦 那 所以未来比较可能去的应该是上海跟深圳 大概是这样 ZSX啊 亮哥能说一说转基因吗 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 我坦白说 对于人工 非天然的东西啊 那有一些国家是很严格在管理啦 比如说中国跟欧洲 欧洲是最严的啦 欧洲是 一律禁止 所以美国的转基因的食品不能进欧洲 可是大家也不要就 多去抹黑转基因的食品啊 因为转基因确实是一个科技革命啊 那它造成了很多的农产品呢 它比较耐操啦 比较可以持久啊 不过当然它产生了一个问题啦 就是说 种子科技这个东西 大部分都掌握在美国手里 最有名的就是墨山都嘛 墨山豆这家公司嘛 它掌握了 全世界大部分的种子科技 那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东北的大豆 东北的大豆就死在墨山都的手里啊 因为它就是 它用做了种子科技做出的转基因大豆嘛 然后它就让东北的农民去种 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政府还没有警觉啦 那因为那个转基因的大豆的种子啊 它的存活率比较高 存活率大概是 我们这个我们所谓的天然大豆 高了三分之一的存活率啦 那这个当然就让农民增加收入嘛 而且它比较能够抗病虫害 这个当然就是种子科技造成的啦 你这个不得不佩服美国人的厉害啦 就是我们讲四大农产公司啊 除了一家是法国公司之外 另外三家都是美国公司 那它在农业科技上的创新跟发明啊 那真的是影响全世界 那中国大陆后来才开始警觉起来了 那中国大陆也开始发展自己的种子科技 开始收集中国境内所有的天然的种子啊 那想要做再培育啊 比如说我最近就听到一些说法 说东北大豆终于又找到了本土种 中国大陆现在就比较有能力 来做新的育种 然后来新的这个扩大 来种植自己的品种啊 中国大陆这个方面 我认为是轻忽了相当久的时间啊 所以被美国几乎整个控制了 可是最近十年 我认为有相当大的变化 不过就是 美国这个转基因啊 当然它是要 透过种子科技来控制农业市场啊 那你说对像中国大陆这样 自己本身后来崛起了这个生物科技的实力啊 中国家当然就会防御它啦 欧洲也是嘛 可是呢 对于一些比较贫苦的国家啊 这个转基因有时候可以说是天使啊 你不能说它是魔鬼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啊 世上还有两亿多人 是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 那如果转基因的农产品 比如说它比较耐干旱啊 那可以在非洲种植啊 或者它可以 在比较少水分的环境下可以生长啊 那这样子事实上对非洲啦 比较贫弱的国家 我认为也是一种福音啊 至少你不会饿死啊 所以这很难讲啦 我是觉得国家越发展 越有充分的科技能力 那它就会倾向 要比较抵制 转基因这个科技 会比较是透过自己的能力啊 在本土啊 自己做育种 做种子改良这些项目 那自己来搞 中国跟欧洲 日本 我觉得都是类似的状况 那 非洲就是极端的情况 它需要转基因的农产品来增加 这个农产品的存活率 那增加在各种极端地形的 一个生长的可能性 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是一刀两刃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啦 马洛尼 Ray Dias 比亚迪后面会跟特斯拉一样 投资火箭吗 我认为不会 我认为不会 这个特斯拉的火箭事业 到目前为止 我不认为是有赚钱的啦 这个火箭在中国大陆有 专属的部门去发展 而且中国大陆的航太事业 可能很多都是国营事业 都是由官方主导的啦 大疆 大疆还不能叫航太事业啦 因为 它的发行 飞行的高度还没有超过太空 像比亚迪 他电动车做的不错啊 那我觉得他在 既有的汽车制造的轨道 就可以发展的更大更好 因为比亚迪 我上次去参访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啊 我说你们大概在资本面 事业面 还是要做大做强啦 因为 你有这样的一个 初步的 在中国市场的营收 打败特斯拉 那你们 还是要想方设法 要壮大你的队伍啦 比如说比亚迪有电子公司 那有这个汽车 有公车 我觉得要衍生出你的不同的事业群 把自己做大做强 这个比较实际啦 不要好高骛远去想一些有的没的啦 因为那个不一定会成功啦 而且特斯拉我认为到最后 它一旦发生危机的时候 这种化业的多角化的经营啊 一定会面临挑战 到时候一定要收掉一些啦 那我认为没有必要 在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之下 就开始投入异业的发展 没有必要啦 这个David Bion 4453 美国有好车吗 美国当然有好车 它是第一个汽车大国啊 这个德国发明的车啊 可是德国后来 它的车款就是大众汽车 那后来都在做比较高高价的车嘛 BMW啦 奔驰啦 等等啦 美国的车可多啦 美国从福特开始 到通用汽车 GM 那后来 也有各地 发展出来的这个豪车啊 比如说凯迪拉克啦 别克啦 交车啦 这个都有一定的市占率啦 那后来它还有那个斯特兰提斯啊 斯特兰提斯集团 跟欧洲合作的车啊 这个Macerati啊 Macerati跑车 就是属于斯特兰提斯集团啊 那也是美国资本啦 所以美国的好车多啦 那只是在 这个石油涨价之后 还有 节能减碳的 思想开始之后 那美国车就越来越少人买了啦 它要出口到国外去 难度就变高了 因为它耗油啦 那更多亚洲的车 尤其是日本车啊 它照顾到了亚洲的 特殊的天后的需求 比如说比较湿热啦 冷气比较凉啦 还有比较省油啦 还有车体比较小啦 比较容易找到停车位啦等等 我觉得 那个时候就美国的车在 整个亚洲就开始卖的没那么好 比如说我这辈子我从来没有开过美国车啊 我一点买的意愿都没有 那我现在开的车 我现在是没开车啦 像我以前开的车都是Toyota的车啊 因为它比较省油 比较耐跑 而且它适应 台湾的湿热的天气啊 冷气比较凉 之类的啦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动车啦 所以 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 美国在世界的汽车制造系统里面 它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啦 现在我们一般在讲汽车的制造大国 本来就是讲日本、德国、美国、韩国嘛 那现在加上中国大概是这样 这个PeaceWilliam 2304 请问亮哥怎么看印尼最近的动作 对中国产品加关税 这个当然可以理解啊 因为 他要培植 他的本土企业嘛 因为中国大陆的产品实在是太便宜了啦 我跟你讲啊 我去过越南很多次啊 我就发现越南 他的人均所得啊 早期大概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啊 那后来到了三分之一左右啊 还是做不起来 因为中国大陆的那个生产规模啊 采购的平均价啊 然后还有自动化的程度啊 这个都 降低了这个工资差异所造成的经济 冲击啦 所以即使我们知道东南亚很多国家 比如说印尼啦 越南啦 这个工资都比中国要低很多啊 那可是呢你就发现 印尼跟越南的那个零组建工业就是做不起来 做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做的量比他还大 比他还便宜 大家本来想说工资 土地 那越南跟那个印尼肯定比中国便宜啊 为什么会打不过中国呢 这个就限制到生产规模的问题啊 还有中国也用自动化来降低他对工资的依赖 那还有因为中国都是大量采购嘛 因为他的公司量体都非常大 那大量采购成本也会下降啊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反而是 中国企业拉出一条龙啊 直接拉到越南要拉到印尼 来做这个单独的投资或者是合资的生产 那印尼当然就看到这个问题了嘛 他想要要扶植自己的企业啊 所以就对某些特定的领域 开始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嘛 不然他本土产业没有能力竞争啊 大概是这样啦 他基本上还是在属于一个早先的工业发展阶段 那首先就是要做进口替代嘛 所以就要对外国企业加税 以便让自己的本土企业有比较好的竞争的空间啊 大概是这样啊 这个Share 539 台湾汽车关税不是很高 台湾的汽车的税有两个大税啊 一个是关税 一个是货物税 关税就是你只要进来台湾就要加的啊 那台湾的关税 台湾进口汽车啊 它还要分气缸数啦 你如果不是高气缸的 是普通车 平价车 比如说我们随便讲 它是2000cc以下 那你基本上有两个税要缴 一个是进口关税 一个是货物税 台湾的进口关税加货物税 平价车大概有57% 这个很惊人啊 比如说你 你本来卖100万的东西到台湾变成167万 就是这样 而且 它还会给你加一些有的没的啦 所以基本上到了终端市场大概要200万 大概是这样 所以 就台湾的汽车市场就是高度保护嘛 这个你去看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 当地生产出来的车子就直接落地了 所以没有经过关税 没有经过货物税 所以车子便宜到吓人啊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亚迪坐的海欧车 它的成本啊 不到1万美金啊 那它的终端价卖多少 我不知道 可是它的成本不到1万美元 这在台湾根本难以想象 因为1万美元 台币大概是34万左右 这已经便宜到难以想象了啦 这个只要一上市喔 在台湾一 基本上一定都是45 起跳啦 有的甚至不止 有的可能直接从60万起跳 所以喔 这个货物税跟关税 真的是增加了 这个外来进口车的价格啦 尤其是豪车啊 你如果是气缸超过 我的印象应该超过3000多啦 那加了税才惊人啊 这个我们讲的不只是关税啊 还有每年缴的燃油税等等啊 所以 为什么不敢去面对中国大陆的车子进口嘛 因为中国大陆的车如果允许进口到台湾喔 我认为台湾很多做平价车的车商会遭到非常严厉的冲击 可是这个没有办法啊 这个 你本来就该面对人家的挑战啊 因为你自己都做不出来啊 那人家做到这里啦 比如说豫龙 豫龙台湾保护了多少年啊 豫龙汽车台湾保护了至少超过40年 就你现在做的车呢 现在只有浪智捷啊 基本上还在做 可是买的人也不多 那所以你 被迫你只好去跟大陆车子合作啊 或者跟其他的 国家的车商合作啊 就是这样啊 阿尼塔9297 下回请亮哥介绍一下 早年美军在左营的基地 是哪一种情况下被撤掉的 美军撤掉台湾的基地 大部分都是在 这个跟台湾断交之后陆续撤掉的啦 因为 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有三个条件嘛 第一个叫做断交 第二个叫废约 废约就是废除共同防御条约 那第三个叫撤军 那撤军上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 这个军事基地要撤出啦 那另外一个是 军购要逐年降低 大概是這樣 可是美国后来对军购 是不是逐年降低啊 他基本上就不遵守 不遵守 那至于这个 我们讲这个军备 或者是基地 逐步的撤掉 这个他有落实啦 所以美军基地啊 事实上 左营的基地那是海军基地嘛 还有比如说像 清泉缸 台中清泉缸的空军基地 这两个都撤掉啦 台北本来也有基地啊 都撤掉了 因为台湾是这样啦 台湾在日本统治的末期啊 因为日本把台湾当作一个 那个空军的基地嘛 我讲的是大基地 所以呢 在台湾盖了非常多的机场 都是军用机场 当时日本人在台湾啊 盖的军用机场 据我了解有56个之多 所以美国进来台湾之后 很快的 就在日本建立的 56个军用机场的基础上啊 那扩到他的空军基地嘛 那这个是在1979年 确定 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 那就陆续被撤掉了 大概是这样 这个regrade pay 菲律宾说 9月低风中岛会撤走 还给美国 请问亮哥 你是忽悠中国还是真的认怂 跟他们新成立经济特区有没有关系 要跟中国合作 感谢回答 我认为这个真的就是认怂啦 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 做了非常多的动作 这个低风是4月15号 运到菲律宾旅宋岛 菲律宾的武装司令在7月5号宣布 这个美国的低风要撤走啊 距离4月15号运进来啊 大概整整有两个月又20天 这两个月又20天中国大陆做了哪些事呢 我在这里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第一 中国的无人机蒸汐 立刻就出动 那每天都给你飞到旅宋岛的上空 我就盯着你啊 看你低风 运进了标6 反舰飞弹之后 看你敢不敢把这个战斧的 这个中程飞弹给我运进来 结果从4月15 应该说16号啦 开始监看 一直到7月5号 美国一直都没有把 中程导弹的战斧巡异导弹运进来 没有 就被监视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啊 中国大陆刚好也在4月中啊 跟古巴的武装政治部的长官 在中国大陆见了面 他是拜访解放军 这个副军委啊 军委副主席啦 这个何卫东 那何卫东当场 对古巴做了承诺啊 说会协助 古巴的现代化 而且呢 也会 协助古巴来建立现代化的军队 结果最近就出来一个新闻啊 美国有一个事故叫CSIS 他在古巴 据称啊 拍到了4个监测站 那他们认为都是中国大陆去建的 那中国大陆 我记得 路透社的记者就问毛宁啊 那毛宁怎么说你知道吗 毛宁就说 我们有跟进这个报导 可是 古巴的外交部次长已经表示 是绝无此事 毛宁他并没有代表中国直接说 没这件事 而是引用了古巴的副外长的谈话 那到底有没有呢 你自己猜吧 本正美国人是感受到了压力 这等于是什么 就是 你来 我的周边 跟吕仲岛搞事情嘛 把飞带运进来 那我也到你的邻近嘛 古巴搞点状况 有点这个味道啊 那接下来还有这个马可氏啊 小马可氏的妹妹啊 叫Amy Marks 那这个Amy Marks呢 他最近在菲律宾的国会提出咨询啊 他也把它写到 X跟这个脸书上 他就公开咨询啊 说听说 中方已经瞄准了 25个菲律宾的目标 作为万一开战的 第一优先要摧毁的目标 有没有这回事 中方是彻底否认 说这个是只需乌有 可是有没有这件事啊 我坦白说啦 中国的超音速导弹要瞄准哪里 要不瞄准哪里 这个随时都可以调整 所以我认为是有这件事 就是 超高音速导弹你如果来惹我 那对不起啦 那还有最近 我们看到连续发生几件事 这个6月15号 中国海警船 在仁爱礁 把这个菲律宾的突击地固给缴械了 那背后呢 一看 有八艘军舰 所以等于是海警船首次出击告捷啊 那6月30号 就是6月29的深夜啊 这个中国的南部战区 又影射着 在这个旅宋岛的上空发生了 中美两方的电战的决战 美国出动了RC-135啊 侦察机 出动了这个咆哮者 都是电战机啊 结果在旅宋岛的上空被打败啊 因为当天 旅宋岛陷入全面断讯的状态 就是GPS突然都不管用 菲律宾当然很紧张啊 美国也很紧张啊 结果后来证明就是中国大陆 用它的一种船啊 发射电子干扰 那导致当地的这个GPS失灵啊 这些秀肌肉的动作啊 我认为到最后是 根本性的让美国知道 你在旅宋岛搞这些导弹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可以让你失灵啊 我让你断讯啊 你没有GPS怎么发射飞弹啊 就这类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基本上是认慫啊 就是中美军事角力啊 那中方让美国认慫啊 大概是这样啊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 比较接近真相啊 因为军事的东西啊 不太可能用纯经济的力量去推翻啊 所以我并不认为是 菲律宾的经济特区所致啊 因为你要知道 这些军品啊 要不要用 要不要移走 根本就不是菲律宾能够决定的嘛 一定是美国才能够决定 这一场这个中美的电战的空中大战啊 我认为是中国获胜啊 然后中国也成功的在海警的争斗当中 获胜 所以才有那个底气啊 逼美国把这个中程导弹 低风系统整个移开 菲律宾旅送岛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化眠人禁风停留 请问亮哥 伊朗清美拜总统上台 会对中东局势造成什么改变 跟中国关系是否生变 我认为不容易啦 因为你如果去讲这个国家安全的部分啊 那国家安全恐怕也不是伊朗总统可以决定的啦 可能还要 询问这个 宗教领袖的意见 因为伊朗是政教合一的啊 那有一个宗教领袖 有一个政治领袖 那政治领袖最高位就是总统啊 可是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宗教领袖 那这个宗教领袖啊 是极力主张 伊朗要跟中国还有俄罗斯交好的 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 清美派的总统 他可以把手伸到安全领域啦 比较可能应该是经济发展 那 他可能会去跟美国协调啊 就是 是不是可以解除我部分的经济制裁啊等等 可是我不认为 他有那么大的权力啊 可以造成中国跟伊朗的 关系 或者是 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发生变数 我认为不太可能 TW Netizen TW 亮哥林啊 请问尹席月出席北约峰会 二朝会如何 回应影响如何 我基本认为尹席月根本不重要啦 因为他的国会已经惨败了 他目前在国内 也没有跟中国对抗的本钱啦 所以我认为他 会逐渐 越来越像 越南啊 就是说 跟中国没有那么好 可是知道 跟中国 一起做经济发展 比较有糖果可以吃啦 可是 基于 尹席月所属政党的 传统的主张啊 你说这个时候 尹席月二月 三月 这个 基本上我认为 还是会跟随着 北约的调子啦 三月大概他就要 面对更多国会的反应嘛 所以我认为有限 知道目前喔 这次参加北约的 各国的领导人喔 除了意大利的 曼罗尼之外 还有那个 英国刚当选的首相之外啊 其他人给人家 感觉都是在开毕业典礼啊 比如说 美国的拜登 加拿大的杜鲁多 那法国的 马克龙 因为他 可能在国会出现 左翼这样的领导人嘛 那德国 德国更是被 各种绳子捆绕啦 然后日本跟 那个 韩国照样都有参加啊 我觉得 基本上 大家是把这次 北约的峰会 当做是 拜登的个人造势大会 因为就在同一个时间 美国的共和党 正在举行大会 那拜登 不管是因应 岛内要逼退他的声浪 或者跟 共和党 对决的这个态势 拜登 都觉得在 国 办一个国际大会 是最有机会的 那刚好今天的 北约峰会是在 华盛顿举行啊 所以距离美国特别近 就成了拜登 发表反中 反俄宣言的最佳场所啦 基本上是这样 可是对于其他国家人 有多少影响我 不乐观啦 我不认为没有那么容易啦 未来事实上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看啦 包括日本在内 岸田 岸田现在的民调大概只有20左右 9月 他不下台真的相当不容易啦 所以日本也要换人 那德国明年9月要选举也要换人 杜鲁多 我认为基本已经挂了啦 那拜登 拜登看起来也是输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欧洲啊 政权都在发生 天翻地户的变化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个别去参加 北约峰会的亚洲国家 或者是相对的小国啊 他们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表态啊 等 你们都挂掉了 封城 这个尘埃落地 那那个时候 各种中型的国家 小的国家再来做决定啊 都来得及啦 大概是这样 好了我们今天总共有17个问题啊 那到这里总算答复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每周的量有问答的节目 希望大家只要有问题呢 就随时写在我们下面的网友的留言啊 那我们会请小编在头条 在郭正亮频道 在耿传媒 都做收集啊 然后每个礼拜 我们来做综合的回答 今天感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大家 拜拜